现在我们去酒店 我们俩现在去住的地方 去他之前来拉萨住的那个客栈 昨天我们俩在地方间的时候 纠结了好久 是要住酒店呢 还是要住轻侣的那种客栈 住酒店呢 就是环境能稍微好一点吧 然后要是住轻侣的话呢 环境就没那么好了 但是后来我们来想了一下 还是决定住轻侣 轻侣也有大床房啊 标间什么的 最起码那人多热闹 还可以跟别人聊聊天 我俩到了 这个就是他之前住的地方 哎呀 住那小脚啊 我们俩的自行车也都推进来了 现在开始卸东西 这个是我最后一次卸装备了 再卸下去就不会装上了 妈呀你说这么伤感干嘛呀 舍不得呀 一百多天 那你再哭一个 算了 一百多天 每天重复干的活 哎呀 再也干不了 卸完了 这小零件不用卸吧 小零件就不卸了 看最后以后一定要给它卸下来 这里往上去拿 这里必须卸 为啥呀 拿夹去 然后呢 挂起来吗 对呀 挂起来 看皮秀 现在只剩下空空的一辆车 还有一个小钱包了 滔铁一样 所有东西全都卸下来了 落车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卸车 不会再装车了 这个就是我们俩住的房间了 房间还挺小的 一个塌塌米的床 反正这边的轻侣 在家都是这样式的 我俩现在去吃饭去 有点饿了 看到了一个东北饺子城 今天决定吃个东北菜 来到东北菜馆 真的是太亲切了 点了一个小鸡炖蘑菇 一个凉菜拼盘 还有一份饺子 我最爱吃的蒸饺 饺子上来了 鸡蛋鸡蛋 对 就这鸡蛋的 这个是小鸡 椰子 来吧爸爸 为了庆祝我们俩到了 干一个吧 拿啥子 你就拿水就行了 我们胜利了 刚才给我们上错了 上的是水饺 我们点的是蒸酱 但这个蒸酱 哎呀 一点也不像东北的蒸酱 不舍得放馅 小菜少了 然后这个小鸡炖蘑菇 真磨少 这边蒸蘑菇应该很贵的 就这个凉菜好吃 吃了半天 吃完饭了 又买了这么多的零食 明天不准备起来了 要睡到自然醒 睡到下午 什么时候想出来了 什么时候再出来 我终于不用听大风吹了 是 然后他今天也放纵了一把 让他吃了一个雪糕 从此以后 他再也不可能吃零食了 现在已经凉点了 我们俩把东西都收拾好了 把不要的呢 都给他扔掉 虽然说有些东西扔掉挺可惜的 但是实在是没法往下带了 这个鸵包还有这些衣服呢 我们俩准备给他扔掉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穿了 太脏太脏了 我们俩穿了得有三四个月了 一直陪伴着我俩从沈阳起到这 其实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是我最喜欢的一件衣服 买了有四五年了 他陪我爬走过了无数的地方 陪我爬过黄山 松山 泰山 华山 峨眉山 哎呀 真的是舍不得 但是它已经坏了 而且全都是油了 剩下这些东西都是用得着的 我们俩准备拿到家去 看我们俩的衣服 除了保暖衣 就剩我的一条裤子 还有两个T恤了 再就是我们俩 一人身上穿的一身衣服 没有别的衣服了 哎呀 他都可怜死了 想好好的拍个照都没有衣服 我们俩在路上的时候啊 就想把所有的东西全部丢掉 轻装上阵 就一个自行车就行了 但是到现在真的把它丢掉的时候 还真的有些不舍了 毕竟陪了我们俩 风风雨雨的走过了 一百多钱 我那件还是可以留着的 那件黄的还是可以留着的 我干净 接下来呢 我们俩就在拉萨再待几天 今天呢 陪他去逛逛街去 看看有没有他喜欢的衣服 给他买一身 时候呢就是不打拉宫了 我们俩是从昨天下午六点半起到这里的 到现在我这个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呢 哭一个 算了 胡哭了 本来有些话呢 是想昨天到这的那一刻分享给大家的 但是那一刻我的心情真的是控制不住了 然后就今天说了吧 我们俩从沈阳到这儿呢 走全城市五千五百公里 骑了一百三十五天 这行我们俩是从秋天一直骑到了夏天 经历了一年四季 在这一百三十五天里呢 我们俩也是经历了各式各样的恶劣的环境 狂风暴雨 冰雹闪电什么的 大雪 我们俩都经历了 而且很坚挺 是 然后这个视频呢 主要就是一个感恩回馈的视频 因为虽然这一路我们两个走过来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绝对不只是我们两个 有很多人从第一天就开始一直关注着我们 对我们抱有怀疑也好 对我们抱有鼓励也好 甚至是鞭策 真的你们都是我们的动力 你们的鞭策我们也都收到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真的从理想走到了现实 真的坐在这里了 回想起很多人和我们一样激动 那我们从开始走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 是吧 等我们到了的这一天 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朋友们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 把我们见到的 我们一路经历过的感动啊什么的 一百多天真的太不容易了 所以虽然未成谋面我们也想送一点我们微博的小心翼给大家 对我们俩准备了两份礼物送给大家 第一份呢就是明信片 因为这一路走来呢 这135天大家呢对我们俩的默默支持和关系 我们俩在路上呢有很多人对我们俩的帮助 然后我们俩这一路其实也算是非常幸运的 骑到这里了 也希望把我们的幸运呢送给你们 也有很多朋友呢没有来过西藏 也想把西藏的这份美景呢送给大家 所以说准备了一些明信片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给我私信 我们俩写上一些祝福语送给你们 一定要写好自己的地址哦 对这是第一份礼物 这个到时间呢是在13号之前 我们俩预计在13号或者14号呢 邮寄给大家 就从西藏这个邮局邮寄给大家 然后第二份礼物呢是我们俩这几天呢 会在八阔街这边逛一逛 给大家呢挑选几份礼物吧 小纪念品 这一份礼物呢我们俩过两天呢会采取抽奖的方式 再送给大家 我们俩现在去邮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明信片 我俩现在到邮局了 看他们这边的明信片 这有几十种的明信片 我们俩就挑了几种比较有特色的有意义的 如果说你们喜欢那种呢可以私信告诉我想要那种 我在这边写上祝福语 再盖上拉萨的这边的杖给你们邮寄过去 这是我们挑出来的几块 这两张是布达拉宫的一个正面一个侧面 然后这是一张灵芝的没有看到的桃花 这个是纳木措 纳木措湖 这个是著名的杨湖 杨湖 杨卓庸座 杨卓庸座和纳木措还有一段故事呢 你给我讲过 这个是没有看到的南加巴瓦 然后这个是港仁波齐 神山 大神山 将来要去一趟的 然后这个是 猜猜这是什么 猪木狼马 猪木狼马风 世界最高峰 这应该就亲生去不了了 对 然后还有最后一张是 大招四 大招四 很有名的 这是我们俩挑出来的这几个明信片 如果说你们喜欢哪个就可以给我们留言 刚才我们俩挑了九张明信片 如果说你们喜欢哪张的话呢 可以私信给我 或者私信给他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在13号之前 私信给我们俩呀 13号之后我们俩就已经 邮寄走了 好了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视频见 拜拜